MARC雷仲德和黎明多年来合作无间 到今天成为资深好友 当中需要多大的信任 经他一手发挥的陈慧霖和侄团 都能够一炮而鸿 背后有什么成功因素 创作过不少经典歌曲的MARC 对于多次被指抄歌 他怎样看外间的批评呢 说回你自己 你初初回到华纳和Parko Parko做了Mogyloid 离开了华纳 去了静东 他为什么离开 他为什么离开 因为有一个好些的提供 就扔下了你了 不不不不 他拒绝了我们全家过去的 立刻去 不是立刻都已经说 我们新公司慢慢headcount 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会请回他们的 他是很重的 他们的兄弟的人 你先忍耐一下 先忍耐一下 先忍耐一下 黎明是另外一间唱片公司 当时是保利金 为什么会有这样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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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ko一向都不介意我 有做公司以外的东西 只要你公司也交足货 不要辞 也要好 他不会阻止我的发展空间 你问他 他准许 那你就去做了 是啊 问他 但是现在开始有些是 又不用问 我也会去做 也有些我没有问 我也知道不应该做 那自己知道了 嗯 自己知道是韩国 应该哪些做得到哪些做得到 黎明你跟他是怎么开始的 这个渊源 渊源很有趣的 其实是跟他的经理人 Joe Chen开始 陈善之 陈善之 是的 那 我记得我是在做郭富城 那他就 Joe Chen找我 叫我 帮黎明做 那你知道那时候 四大天王都 斗到火红 火绿的 那我就自己觉得 我在做一个 那时候 我没得做另一个 到时候你比较 那种好些 这种好些 我不是很难搞 那我就 对不起 我有点难做 我 他又不是我们公司 就是当时 Aaron是华立的 那我就推过陈善之一次 直到Aaron没有找我 那就是 但是 Aaron再找我 那我就觉得 我没有了一个 没有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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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会有那个 那我就可以帮他 开始做 他为什么要找你 为什么要找我 我想是想有一个 有一个改变 就是 当时可能 他需要在音乐上 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转变到一 一听就听到 一个很不同的黎明 所以他才转一个监制 但是当时他已经有 相当的恶坛地位 你要把它改变难不难 不难的 我觉得 把任何一个人 要去改变 其实不难 首先是否需要变 做真正的 怎样都要变 我觉得不是因为要这样 但是当你遇到一个 不同的监制的时候 那个监制的脑海 可能是 我觉得你这样好些 或者我不喜欢你这样 你找得我做 你跟我 其实是这样 我听他的声音 我觉得他这样唱是好听些 或者他其实可以 带一些这样的歌 所有东西 对我来说是很新鲜 所以一定能改变 不会改变不到 你第一首为黎明写的歌 是什么歌 第一首的情深说话 还没想说 就是电话广告的歌 没错 那次不止音乐上改变 他发型也改变 他之前那一段很重要 永远都会留下 即是很长的一段 是的 前面的音 那时候偶像是要这样的 你没有那一段 你哪有偶像 但是那时候 那个年代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move 我要改变 我全部剪短了 即是 变成一个 很适合那个广告里面 那个人的离乡别井 去做事的一个角色 去改变自己的形象 所以当时是改变很多的 它是 改变很大的 写这首歌 《情深说话》未曾说 是特意想着黎明在路海上 为他量身订造而写的 是的 其实我现在都是写每首歌都是这样的 我很少说有传播 谁要歌我给他传播 我是不会这样的 都是要 有个原因我才去写那首歌 一夹就跟黎明 夹了有十年 差不多是御用监制 十年 我记得跟他在一起 第一次认识 97 96、97 那时候 认识了一会儿 我记得就 香港回归 放烟花 在家里看烟花 都十几年 我知黎明都很喜欢自己作歌 但是他写一首歌给你看 你觉得很厉害 不是 他不是很喜欢写歌 他很多时候是需要写他才写的 譬如今要我做一首歌 是要我写的 那我就写 就是这样 他不是很喜欢写歌 不过他就很喜欢音乐 很喜欢做唱片 他写的歌是水准于我 可以的 其实音乐很难 你刚才说唱歌哪个好些 哪个不好些 其实很难说 所有东西都是合不合你自己口味 你和黎明合作了这么久 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 他会不会有什么事都会跟你谈 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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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一行里面 找到朋友有多难 你能信一个 你不会再说出来 是的 因为大家是要保护自己 他是一个很保护自己能力很高的人 其实都经过了一段时间 才会真的什么都可以说 但是有个这样的人是好 有个这样的朋友 至少我说什么都会明白 他会给到一些好的意见 我 或者大家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有个人不明白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开心 有很多人其实不知道 街上的人 看那个artist是怎么样 其实你不知道他是 他在感觉什么 那你要用多久 才大家有一个真正的交流 没有那么自然的 那你有没有劝他快点结婚 有没有劝他 有的 是的 但是每个人要求的东西很不同 是吧 你要吃斋 我不喜欢吃斋 他未必是觉得 虽然我经常说给他 结婚很开心 怎样怎样 生孩子很开心 他未必觉得是这样 他不觉得是开心 他未必是 你有力量 可能他试过 如果他试过之后 嘩 可能会很开心 但是 这件事不是那么容易试 不是人们都说试就试 所以在见到的将来 你也见不到他的结婚计划 不是啊 我也见到 我见到 他每天的整体会跌 我觉得会的 其实他想不想早投家 他其实是很想有投家 他很需要投家的security 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 算是单亲的环境长大 我觉得他会很想有自己的family 但是 是不是这么快走这一步 他又有自己的计算在里面 所以我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好 让你先吃甜品 好 你一份是士多啤梨冰伴雨乐 我这一份是朱古力松露蛋糕半例之雪白 那一份是可以吃的 我要不理一匙 你这一份是否可以吃的 可以吃的 你不要我这些给你一份小孩 我不吃朱古力 这个呢 雪白 你不吃朱古力吗 我不是 为什么不喜欢吃 不喜欢 你是不是喜欢喝酒 不喜欢 我都不喜欢 但我其实是可以喝的 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我很少喝醉 我没醉过 这么厉害 喝的都是朱古力 我喝的 我刚才给他喝的 我刚才想到是这样 是的 我自己很少 黎生也会逼我喝 但黎生逼我喝也不同的 他就是 比如吃饭 他很喜欢开红酒 这瓶正的 欣赏欣赏 很好喝的 但朱古长 他一醉一点的时候 是这样的声音 是的 不知道说什么 你那次访问他有没有喝酒 但他没有喝醉 是吗 他没有那么少 他不会醉 我醉而已 他喝酒 不过他也很容易醉 他是睡的 不是醉的 喝了这么多时间 就自己闭上眼睛 先醉一会儿 乱讲一会儿才睡 但我自己对酒 又不是那么大喜好 唯一就是去日本 很奇怪 去日本每一餐都要喝啤酒 只是日本 可能日本的啤酒好喝 我觉得 而且日本你经常走 行街 要走一餐死 坐下 你会觉得 喝过啤酒会很新鲜 反而日本每一餐都要喝啤酒 但香港是完全可以 黎明有什么特别的习惯 录音 或者他生活上有什么特别的习惯 特别的习惯 他一定要睡八个小时 他怎么也要睡八个小时 他不睡八个小时 整个训练都错了 他一定要睡八个小时 这个我想是很大的坚持 生活上是很大的坚持 那不如他长期吧 很长期的 是的 有些人和黎明聊天 我没有试过真的和他聊天 说他说话很圆 你不太明白他说什么 是不是真的这样 就是只有我明白 所以不是做了这么久的朋友 你真的明白 我真的明白 是不是其他人是比较难明白 他有时候比较难明白 他会用很多方式 他想告诉你 他想表达什么 但可能他说的那些 反而是伤理了别人 他很喜欢直接告诉你 也会 也会 但他有一个见解 他很想有东西去支持我的见解 为什么是这样 他就会 很喜欢想比喻 他想一些比喻 他觉得你会明白 我是一个很明白他比喻的人 你能估计到故事的寓意在哪里 是的 可能熟了 也都因为这样 他有一个A Music一出现的时候 就拔你去加入了 又不是算 怎么说呢 就是古东之一 当时的四大天王 你觉得唱功最了得是哪位 郭富城小美找过你做的 纯真传说的 那个是做完之后 你是不是和小美有些不开心的事发生 你第一次把他推介给Parker的时候 他也有点缺步 那他出来 把帽子永远都带着这个形象 是不是都是你建议给他的 你和黎明一直做音乐的时候 你都没有跟其他的天王做 没有 主要因为你觉得有利益冲突 是的 那时候 那时候 他们四个太明显是competitors 其实到现在的音乐团 就没有什么competitors 已经有多少广告争了 对不对 但是那时候 广告商去选择哪一个 只是这件事也有得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很红厚的粉丝 就是他们的粉丝底 那当时他们真的有一个competition 你有没有帮过张学友 有 但是不是说我真的写一首歌给他 但是因为那时候 譬如在郑东那时候 郑东是直属 我们这样的公司 我们做过一些合唱歌 比如 我不记得了 主要有些合唱歌是他有份唱的 那时候合作 但是你最近奥运会的时候 那首歌《红篇全球》 是 那个你就是学友唱国语版的 没错 这个是你的建议 不是 广告商是广告的 如果给你选择 你会选择哪个唱歌 你写的了 你觉得哪个最能够唱这首歌 我真的不会选择 因为哪个是老板 老板是个广告商 我直接不会想 如果他说 你觉得哪个唱歌好些 那我当然会推荐我做的艺术 但是他也没有这样问我 他们有他们的市场计划 刘德华 刘德华有没有合作 你好像是天马行空的 活动主题 不止 以前是试过一起合作 和尖数在一起的 那一出叫做什么 有一出电影 他去做蜡主角 去唱首主演曲 当时我是有份监制的 当时的四大天王 黎明 郭富城 张学友 刘德华 每一位不多不少 你都跟他们合作过 当然黎明是最多 亦都最密切关系 在这四位天王里面 你个人觉得 唱功最了得是哪一位 唱功最了得是张学友 如果叫唱功 是唱歌technique 是这么简单 不是计好没有听的 唱歌technique 一定是张学友 那你觉得最好听是哪一位 最好听 真是 见仁见智 但对你自己 我当然觉得黎明最好听 但我写的 我喜欢 几个都喜欢 郭富城 我觉得他在台的表现真的很好 他有自己很出色之处 跳舞 他真的好过很多人 他可以跟外国的跳舞歌手 他比较的 我觉得他真的好 在台的表现 每个都有自己的好处 黎生我觉得最好的地方是 他对做音乐的坚持 他很理想化的 他自己的唱片也好 他现在唱片公司 所有歌手 他那个要求是很严谨 以及被他威賴 他觉得我是 刚刚出了一张唱片 他觉得他一定会做一张很好的唱片 就算他之前那些唱片 这么卖 你不能说 随便七九十只歌又出 他不觉得这样会对歌手的前途是好的 他宁愿是很诚不愿意 他很敢花两年 慢慢还让我写出最好的东西 六十只歌才出 在香港是多难得有人有耐性 去做唱片出来 但是这个未必是最好做生意方法 可能是做一个艺术会 所以他是藝術家和生意人爪于一身 但他市场上的方便是很强烈的 可能他自己是本身一个艺术 他很懂得如何市场上的艺术 郭富城滑纳的时代 小美找过你做一个纯真传说的座典 那个是做完之后 你是不是跟小美有些不开心的事发生 就是因为小美要把自己的名字加进去的监制 那也不是的 他有去监制的地方 但很多人可能想监制 就是他歌手录歌的时候 坐在那里听歌是叫监制 其实也不止是这样的 例如你可能有executive producer 他当时小美做的是一个概括去看着这张碟 是什么水准的一个角色 我又没有介意有他的名字 没有不开心过吗? 没有 没有找我做的 他找你做的 加什么都可以 他找我做的 他不给这个机会 我又做不了天王 所以对我来说没有问题 陈奕迅有没有合作过? 有 有 陈奕迅有没有合作过? 陈奕迅有两首歌 陈奕迅有两首歌 陈奕迅有什么看法? 陈奕迅有什么看法? 好,自信心很强 自己是一个自信心很强的人 跟我的背景有点像 大家在英国读书 有些在文化上的东西是接近的 现在以弦乐坛的歌手来说 你看好哪几位? 我看好哪几位? 我觉得 除了你自己的 我也要说 也可以的 机仔,则田,Janice 甚至容祖儿我也很喜欢 虽然我没有合作过容祖儿 但是她的努力我看到 我自己觉得有很多歌手去进步 可能很多是公司要去进步 但是我看到她是自己出发去进步 有些她怎样唱歌和以前是不同的 你觉得是她自己的耐心 我很欣赏她 每次见她做演唱会也很乐力 我回来觉得是乐力的人 现在这一代不是很多了 这一代很有心去做自己的事 很努力的不是很多 你刚刚提到则田 则田是否由你发掘出来的? 是 你从哪里找她回来的? 她的三叔送给我的 明白 她的三叔 Teklo 我们一直在一起合作很多 她就说我有一个 是不是侄儿? 叔侄 侄儿很想做音乐 她现在在美国 在Yahoo上做网上的计划 还是怎样的? 她很想做 她就介绍了她给我 听她作的歌 最初我也是觉得她一听她的demo 这个人怎么会不是唱歌 做得这么好 对 怎么会不是做幕前 你做幕后 虽然她自己很喜欢做幕后的创作 但是当时的 几年前 那个乐坛的要求 她一个这样的艺术 其实不是这么容易 convince 唱片公司去帮她出唱片 那 你的意思是说她的外貌不够出众 是的 可能她的外形 很难说 Parko 这个怎样? 当时的乐坛不是这样 这个 我也要时间去convince Parko 我觉得这个人是可以的 虽然不是现在你们看到的cup of tea 但我觉得这个一定是 我觉得是乐坛需要的人 嗯 你第一次把她推介给Parko的时候 她也有点缺步 因为主要是外貌 是的 她知道她唱得很好 那么这个 这无子歌声呢 她开始就更加很casual 你知道美国读书那些 是戴T恤 戴帽子 你叫她打扮 她也不会跟你打扮的一个人 所以我要用方法 就是用什么方法呢 让我喝了很多酒 之后跟她说 当然不是 我当然用一个最 我安排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audition 就是古剧机演唱会 没错 我觉得去那一部分 首先会令到古剧机演唱会好看 就是有一部分 这样用人声去和唱 有一部分 我觉得在演唱会里面是 会好看的人 别人没看过的 而我会知道这个质田对着一万人 一出声 大家会拍难手 那一做就完成了 我证明给她看 可以了 不用怕 转去拍声 可以了 所以那次她在古剧机演唱会 古剧机演唱会 古剧机换衣的时候 出来表演的那一场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我说明这个是audition 虽然她经常说 我很害羞 她是一个害羞 但是我觉得 我是求她 莫提是需要你了 你是要做前面的 你不只是做后面的 你也不适合做后面 她不是我这么努力 天天在不睡觉 在那里作歌的人 她是很靠 很计算她的feel 你计算feel 你做幕后计算feel 才能做到 那你死了 哪有饭吃 但是你做一个 你的声音 是应该做一个performer 去唱自己作品的一个音乐 那她出来把帽子 永远都戴着这个形象 是否都是你建议给她的 不是的 我认识她就已经是这样 她自己一向都是戴着帽子 是的 其实这个是唯一 她的人的保护罩 就是她的帽子 她的人在mantle里 是不会保护自己的 是的 那帽子是她的帽子 但是她唱和音的时候 没有帽子 需要出来做幕前者 这样帽子 她永远戴着 那你见过她脱了帽子 见过 当然见过 她要在很熟的人面前 才会这样做 即是她很介意在人家面前 展示她自己不戴帽子的样貌 是的 主要是因为她不够头发 是的 那也是 比如你觉得自己哪里不够漂亮 你不会常常给人看 嗯 嗯 嗯 那变成是她最大的信心打击 那又不是的 即是 信心的打击 她自己 我觉得她拿着一支咪 就不会有信心的打击 即是她 但她不是唱歌的时候 她是一个很多时候 都有信心打击的人 不是因为那个头发 她每样东西都是她很害臭 还有她其实 即是很多人的自信心 她不是很强的 但她就是唱歌 她是自信心最强的一样东西 你第一眼看到陈维林 凯莉的时候 只是看样子 是不是已经觉得 样貌已经抢了分了 当然了 到现在有谁比她漂亮呢 曾经有乐坛的人批评过 雷仲德是翻版王 她有很多歌抄杂 即是我会觉得很奇怪 她用了那个声音 我就不可以用那个声音 看到有些 那不是我作的 你放在我上去 你不可能 我让她演技 雷仲德 这就不可能